把家裡放上一個聖誕樹 每天過聖誕樹的時候都會做這些事情 有一個牧師他也很用心 他就檢查一下教會是不是每一樣東西都準備好 他看到聖誕樹裝好了 他看到這些小天使的衣服都準備好了 看到這些牧羊人裝扮的衣服也都準備好了 他看到瑪莉亞跟約瑟也都準備好在這邊 他看到馬鈔也準備在這裡 但當他走進去一看的時候 他驚訝地發現這個陰孩不見了 他就很奇怪怎麼陰孩不見了 怎麼會有人去拿這個陰孩呢 這不是救主嗎 他就很驚訝 他馬上開始打電話 問所有的可能知道的人說 這個陰孩去哪裡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非常非常的沮喪 他就跪下來打電話 他說我真是一個屍者的牧師啊 我把小耶穌給遺失掉了 他就走出去 就在他走出去不遠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小孩子推了一個紅色的推車 他看著這個就是很漂亮的聖誕禮物 他就去跟這個孩子說 Jason Jason 是小接神不是大接神 他就說你這個推車很漂亮 是父母親送你的聖誕禮物嗎 他很快樂地說是啊是啊 等到這個牧師在定睛一看的時候 他就嚇一大跳 那個小耶穌竟然躺在那個推車的裡面 而且蓋得好好的 也不像是偷過來把它藏起來 這個牧師呢就說愛是不輕易發怒 他就問這個 Jason說 Jason你為什麼把耶穌放在這個車子裡 這個接神就說 因為我要祷告耶穌 我說耶穌啊如果你是那位奇妙的救主 我很想要有一個聖誕禮物 就是一個小小的推車 如果你答應我了 我就帶你去逛街 神真的答應他送了他一個聖誕禮物 所以他也實現他的諾言帶著小耶穌去逛街 到底聖誕禮物對我們是什麼意義 那個時候按照聲音他們的記載就是 忽然天使來宣告 這些牧羊看見有大公召召他們 他們非常害怕 他們堅持說你們不要懼怕 因為今天我要報給你們一個大喜的訊息 他說這是一個大喜的訊息 因為這一天為你們生了救主耶穌 這個宣告說這一天為你們降生了救主耶穌 所以聖誕節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這位救主跟我們的生命開始有了聯繫 當我們願意把我們的心打開來接受耶穌的時候 好像剛才那個小薇 她打開了心接受耶穌的時候 她好像感覺到身體裡面有一股暖流進到她的聖誕裡面 聖誕就進到她的裡面 她開始跟耶穌有了那個關係 耶穌誕生 她就是為你為我 為我們這一個誤會 骯髒甚至帶著罪的人 為了來拯救我們 所以在每個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真正能夠了解 原來是耶穌為我們降生 不單 而且也是要來幫助我們 從這個罪惡中間走出來 好像這個外面很多很漂亮的燈 神就要使我們成為這世上可以曬光的燈樣 可以照亮這個黑暗的時代 因為神真的祝福今天每個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都可以與這位生命的救主臉上的關係 得到這個救命 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在乎的 在這裡要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也在未來一年神加倍的恩典禮道 謝謝 謝謝 謝謝